这个面条真的是绝了 三天不吃就馋得慌 劲道爽滑 特别的好吃 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两个芹菜 把叶子摘一下 芹菜这种粗的呢 给它一分为二 斜刀切段 买了些新鲜的面条 先放入大碗里 往里面倒点食用油 尽量让每一根面条 都蘸裹上食用油 这样子在蒸的时候呢 不容易粘连 像这样就行了 均匀的铺到壁子上面 盖上盖子 开大火蒸五分钟 切一点五花肉 锅里倒点食用油 把肉放在锅里面炒一下 把肉炒至变色 倒点料酒去腥 把肉煮一块 把猪肉煸炒за粉 炒至鸡状 放指菜 这个 来 这个 翻面 翻面 半斤 开后放入 变色 宝 veg 炒出上蒜 进入鱼 挺聪明的 下去 开大火干拌均匀 再把豆芽倒进来 拌拌均匀了往里面加先个开水 这个叫做加开水 如果加凉水的话 那碗肉吃起来特别硬 水再次烧开 舀出来几勺 这个时候的面条也装好了 打开盖子 给它抖散 看着面条好有筋性 把面条抖到这种特别松散的状态就行了 把面条去运的扑到锅里面 尽量铺的均匀一些 这样成熟度一致 盖上盖子开中小火焖上三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把这个料汁倒进来一些 放入一些蒜末 这个时候呢不用关火 开的火就行 把面条搅拌均匀了 再来点香油 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把面条插入它 用起来 再来点香油 直接炸就了 再来点香油 放入香油 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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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吃面的朋友们一定要试一下